唱不出來 你會害羞 所以你現在唱大台妹的時候 會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 我其實都是用小腦在運作嘛 可是你真的停下來 意識到你剛才三分鐘唱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你女兒在旁邊喝奶 有一點水 我們一起來說 UNA很難到 你老舍哥 你唱的東西 你就是要有態度嘛 然後要有點 有點內氣 然後甚至有點侵略性這樣子 可是你真的成了 你現在這個階段 你當然我們都 隨著年紀的成長 你就會開始比較想要寫一些 你現在的價值觀 但說實在話 就是以娛樂的角度來講 沒有人想聽老舍哥唱那種東西 就無聊 蠻酷的啊 才是最無聊耶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你可以去欣賞 這樣的內容的東西 但是你每一次跳舞的東西 還是落臺妹 就是會讓你跳舞 沒錯 這他 這是實話 Low 而且 它是數據 它就是 真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 就是說白了 就是 有議題的東西 或是有內容 當然是 有它的價值存在 但是說 說到最後 我們在做的東西 它就是娛樂產業 所以每次演唱會 所以 你們覺得 最可能拍的 還是都是那些歌 以前在做音樂 都會覺得好像在做自己 現在就是 你真的在 演一個角色了 對 因為其實還是有人就希望 看到 就是那樣的老舍哥 但是我覺得以粉絲角度來看 我們還是會覺得 他們是有在跟他們年紀一起成長 對啊 就很可畏的 所以你們希望他們可以寫一些爸爸經嗎 也不是 但就 但是也跟他們一起變老啦 像我們小時候聽Party 現在如果 它有結合到 它的生活 最好是你去KDV 會點這首歌來唱 我當然是會點 乾納是那些什麼 對 不太好 那手車什麼的 可是 無比暗水 還要有一點溫度 那不能太燙 我覺得 不是啊 你是不是想出這首歌 不是因為泡牛仔很難 你知道每次泡完 還要這樣滴在自己手臂 是水溫 對 然後試著想說 吸血溫 怎麼那麼燙啊 你們都經歷過這一切啊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階段 會不會有一些歌詞是你以前寫覺得酷到爆 可是現在唱出來會有點嘴巴 真的 唱不出來 你會害羞 哪一種 你看像辣台妹其實 那時候在寫 是寫我們去酒店的概念 你說小時候的事 對對對 你就去寫 所以你現在唱辣台妹的時候 會有點不好意思是不是 我其實都是用小腦在運作嘛 可是你真的 停下來 意識到你剛才三分鐘在唱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你女兒在旁邊喝奶 有點嘴軟 你不會唱辣台妹還會去跟你女兒說 對不起爸爸 這是一個角色 媽媽在開玩笑 這是一個角色 哈哈哈哈哈哈